各位搜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于燕 基佑男彭于燕以高加码筹捞成为口香糖大中华区的代言人 既然都接下了这份工作彭于燕可是非常敬业 不能只是要帅气的拍拍照这么简单而已 连吃个口香糖都要练得一身好功夫 我会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的成龙大哥电影 成龙大哥不是有那个飞音计划有没有看过 奇迹啊这种都拿两个口香糖一次这样啪啪 进去我在想说他怎么做到的 然后我在拍广告的时候其实想要用这个当做我的绝招 但我没有练成我只会空泡而已 所以希望大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就继续努力我会加油 看来朋友愿意富好身材 内心可是藏着许多喜剧细胞 日前在微博po出拿着香江 我放起零零气的零零胶被网友戏称猛死了 没有没有那可能是比较是那个在颁奖典礼后台 就是大家娱乐一下大家 然后被拍到然后放上网路上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一点 因为生活比较紧张嘛 那你现在体质防身多少 因为看机站好像有在跟机站 对机站是因为特别训练的 所以体质比较低 现在大概50吧 彭云就是搞笑搞上瘾 而面对端午佳节的到来 彭云也特别送上祝福给色舞视频的网友们 端午节快到了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吃多一点粽子 去有空去滑滑龙收 端午节快乐 我是彭云 最后视频的乐台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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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